哎呀 太香了 嗯 热热 记得一定要用双手加紧 尽早起床 想吃肉笼 我又来到了顶香润 一脚油门我就从畅屏倒入得手门 菜单这么多年也没换过 肘子卷饼半份 两个猪蹄 前龙白菜 炖吊子 长醋里脊 一条肉笼 记得住 前龙白菜 一直是刘友同意的最爱 酱肘子卷饼我的身 肘子皮 贼烙的 它这个饼也烙得特别好 我自己烙的 饺子皮 大葱 卷上 饺子卷饼 饺子卷饼 它这个饼好香的 特别一般的饼黄一点 这种发金色的 饺子皮 饺子肉 葱丝 饼 太多了 肘子 酱香味浓 软烂 然后这个饼 又有油香 然后它的面筋度也高 论有一个好的面炼室的重要性 是吧面炼室的女儿 它这个肘子瘦肉都超级烂的 它在点子之一 这还在锅里 超香的 它这个半份就是半个肘子 整份就整二肘子 这葱切的真好好 这家伙的 人间幸福 这种全皮的更香 肥嫩之神 太好吃了 然后它这个糖醋礼节 是难得的 用醋跟糖做的 我还特别爱吃的那种 因为我是不爱吃醋的 看看这色泽 这光泽 淋漓尽致 真是新鲜出锅 原有点多 它真的是薄薄的一层壳 薄薄的一层脆壳 中间都是肉 11点半 坐无虚席 试试这个糖醋礼节 不能说秒杀所有的饭馆吧 至少我秒杀十面90%的 糖醋礼节 薄壳 大块肉 醋不像 糖也没有那么重 调配的刚好 我的第一锅肉笼 有我的吗 谢谢 真不经念的 为了等它 我这盘肘子就剩两块骨头了 哎呀太香了 快吃快吃快吃 拿肉多的 跟你说啊吃肉笼 就在中间两块 肉多 哎呦啊香 嗯 记得一定要用 用双手夹紧 咬的第一口 满嘴的肉汁跟肉香味 它这个属于那种 翻面 但是面很薄 然后肉汁的颜色深 面饼卷肉饼 嗯 面饼卷肉饼 这个肉的酱香味还挺多 然后葱香 融合的恰到好吃 哇 人间快乐 试试 你们老说 怎么有小时候油圆的味道 我小时候油圆吃的没有这么多肉 虽然它边边肉少 但是它也进了这个汤汁 看这颜色 嗯 还有一个很神的是他家的热猪蹄 这猪蹄 跟肘子一起同工之妙 我跟那时候不切了 正常是凉的你们可以让它帮你热一下 嗯 嗯 这个烤子的话 而且猪蹄的美妙白鱼 它都很筋 和皮 没有瘦肉 没有瘦肉 看鸡胖饼 真想从人家出点老汤 颤油颤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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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我第一次吃 净哈味已经喝去多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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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四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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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真快 那尝尝那顿料都了 颜色很红亮 蒜辣椒油都有 最好的是 它没有胡萝卜 都是大块的肥肠 些许的肺头 汤底很浓郁 看看这肥肠 我第一次来吃 也吃这个 炖掉的 蒜香 酱香 肠香 一样都不香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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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肠比肥多 有个地儿 有多肥 没几点肠 吃 小辣椒 晴味太之神 肉笼之神 好想用一个面点屎 来过的没来过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尝尝 反正我是吃了一回想两回 吃两回想三回 经常一脚油门 从长平到丹 肘子用龙猪蜂 精味菜 它这还有面条 但是吃不下了 烙饼卷肘子 没毛病 那今天就这么着 拜拜 那这家我丁光镜了 啥也没剩下 看一眼菜单